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四百一十二集 小纯大怒 这两个结单老者修为不俗 更是擅长联手击杀 此刻几乎不分先后 从左右两侧直奔白小纯 还没等邻居 左侧老者掐绝解 立刻从其手中滋生大量黑气 于身前凝聚形成一条巨大的猙獰黑龙 这黑龙全身虽是雾气组成 可却透出阵阵腐朽之意 所过之处就连虚无也都仿佛要被腐蚀 更有兴风扑灭 使得地面丛林树叶 情可解就枯萎成为飞灰 这一幕让白小纯双眼收索 与此同时 右侧的结单老者一样凶残 在前行中此人的脚下竟出现了一朵朵赤色的莲花 这些莲花片片幻化 居然组成了一个阵法 笼罩四方 仿佛要封锁周围 更是在这阵法形成之时 右侧老者的双目内赫然出现了一道道 复杂难懂的符文印记 随着双目的闪动而闪烁 是的 这四周的虚无一瞬间就充满了压抑之感 一个以死气化腐 一个以身炼阵 白小纯面色变化 内心也郁闷 他本不想完成这一次的任务 可偏偏竟与对方遇到 原本按照他的想法 装作没认出来直接走了就是 可他不愿惹事 但那左横峰竟如此嚣张 甚至对自己这里生出了歹意 这就让白小纯不高兴了 尤其是左横峰的话语 让白小纯觉得全身恶寒的同时 更有怒火 一想到 自己若真的被对方擒住的后果 白小纯就觉得背后凉嗖嗖的 此刻怒吼一声 眼中露出一抹寒芒 身上的杀气骤然散开 在那两个杰丹修士临近的瞬间 白小纯不但没有后退 反而向前一步跨出 这一步落下的刹那 韩文仰念诀在其体内骤然运转向着四周轰然扩散 卡卡之声回荡街 中寒之气直接笼罩方圆数百丈 竟将此地化作隆冬 一定范围内的天地变化 这在杰丹修士内极其的少见 而且在这寒气扩散下在这范围内除了白小春外的其他人在速度上都将因寒而将卖上一些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实际上只是电光火石皆发生 随着寒气散开 白小春一步落下时 左侧老者的腐朽黑龙已临近白小春前方不到遗仗 可这遗仗却再也无法飞越 从其头颅开始 寒冰瞬间扩散 眨眼间 这条猙獰的黑龙竟被彻底冰封化作了冰龙 白小春看都不开一眼 脚步落下的瞬间 他的身体刹那消失 出现时赫然在了左侧老者的身前 右手抬起 向着面前这老者狠狠的一拳砸去 那老者一脸都不可思议 嘴角溢出鲜血 身体蹬蹬蹬的急速后退 尸声惊呼 水衣 不得是他这里骇然 右侧的老者此刻也是倒吸口气 一脸的震撼 几乎在他开口的同时 白小春速如闪电 直奔左侧老者追击而来 右手抬起时 随后锁展开 更有犀利从其手中散出 速度之快 眨眼间就临近老者 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 直接就在老者的内心爆发 他呼吸极粗 来不及多想 危机关头 老者双手掐绝 顿时激发了更磅礼的黑气 这黑气笼罩他的四周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窟窿头 在白小春靠近时 他大呼一声爆发全部的修为之力 要去阻挡白小春的杀兆 还有 右侧那位结单中气的老者 此刻也是焦急 直到这一次 他们招惹了一个恐怖的存在 一旦自己的同伴死亡 那么自身这里 怕也活不了多久 双目顿时赤红 低吼一声 墓中的符文 闪耀到了极致 甚至在他的身体上 都有符文游走 竟在这寒气内 强行激发了速度 直奔白小春要去阻止 白小春 目中精芒闪耀 冷哼一声 速度不但没有减缓 甚至在背后都出现了翅膀 更是发动了汗山状 使得他的速度 在这一刹那 轰然暴增 掀起了刺耳的阴宝 快过了 要来阻止自己的右侧老者 直接就与前方的左侧老者身前的黑物 撞在了一起 这可以腐蚀一切的黑物 在与白小春身体碰撞后 发出刺刺之声 可却无法去腐蚀太多 甚至可以说 还没等去腐蚀 白小春的右手 已超越闪电的速度 直接就出现在了 这杰丹老者的脖子上 你 这老者睁大了眼 露出无法置信于骇然 声音还没等传出 白小春右手狠狠的一捏 咔嚓一声 这老者惨叫传出 身体急速后退时 他的脖子竟与身体扭曲起来 鲜血从他的口中不断的喷出 可戒丹修是庞大的生命力支撑着他勉强存火 此刻后退时 他的目中露出恐惧 可还没等退出太远 白小春右手抬起 遥遥一指 立刻 他的除袋内 逆龙脚呼啸而出 如一道皮裂滑破仓穷 直接从这后退的老者眉心瞬间刺入 穿透而过 轰的一声 老者瞪着大眼 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 坠落大地 直至死亡 他的目中都呆着无法置信 思不敢去想象 自己只是一次失误 在交手时 被对方的朔仪占据了优势后 竟一路被碾压的 在几个呼吸内 就直接晕落 在他死亡的同时 那全身阵法浮纹游走的 另一个接单老者 内心咯噔一声 倒吸了口气 全身的浮纹 竟在这一刻全部脱离身体 飞向了白小春时 还没等靠近 就全部的自行崩溃 顿时 轰鸣之声陶天 一股巨大的冲击力扩散 推动着杰丹老者身体倒卷 他内心颤抖 目中带着恐惧 刹那 就到了被寒气 僵顶在半空中的 左横峰的身边 一掌拍在了左横峰身上 碰的一声 左横峰全身一阵 鲜血喷出 双眼内的火热退去 取而代之的 却满是恍然 被老者抓住手臂 向这远处急速的逃顿 这一切举动 行于流水 反应可谓极快 想走 白小春猛地转身 眉心第三幕在这一瞬 目然睁开 爆出紫色的光芒 这光芒一瞬间就笼罩在了 这杰丹老者的身上 使得此人脚步一顿 身体竟不受控制的 居然倒退回来 言开如此 这杰丹老者目中露出绝望 狠狠地一咬牙 口中传出凄厉的嘶吼 少主快走 此人不是寻常解答 他话语节 狠狠地一推左横锋 左横锋嘴角一出鲜血 身体化作一道长虹 直奔远方 此刻他内心哆嗦 生起了无数的后悔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所以遇到一个 看起来似乎很好欺负的修士 居然如此强悍 该死 该死的 左横锋哆嗦 不惜展开耗费寿员的术法 喷出鲜血 血顿而去 就在左横锋 血顿圆去的同时 他的身后 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 这惨叫 很快就戛然而止 可传入左横锋的耳中时 他的颤抖更多 他的身后 那第二个杰丹老者 此刻在白小春的通天法眼下 被束缚了身体 随着白小春右手狠狠的一捏 顿时 这扩散在四周的寒气 一瞬间 倒卷 顺着老者的身体钻入 刹那就将其冰封成为雕像 被白小春一直落下后 雕像崩溃 四分五裂 还有你 都是你逼我的 白小春 恶狠狠的盯着左横锋 远去的背影 他一想到方才对方的吟笑 以及话语 就觉得背后凉风阵阵 右脚在地面狠狠的一塌 肉身之力全面爆发响 轰得一声 大地直接坍塌 出现了一颗深坑的同时 白小春借力之下 身体骤然冲出 背后翅膀激素扇动 寒山状更是加速 使得他的身影之快 哪怕左横峰血顿 竟也无法逃出 很快的就被白小春 直接追上 他刚一临机 立刻寒气扩散 左横峰身体颤抖 在这寒气下 双腿僵硬 速度也慢了下来 随着白小春 右手狠狠一指 笼罩在左横峰身边的寒气 立刻划足了一刀刀冰刃 向着左横峰直接卷去 你敢杀我 我师父 左横峰发出凄厉的残叫 话语刚说到这里 那些冰人直接从其身体上横扫而过 分隔身躯 行神俱灭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感谢您的收听